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的一小快递 我是紫色,随机到的国家是古巴,但苏军基本大同小异 开局展开基地,地图没亮,这是老版本的一小快递,需要自己占领间谍卫星 电厂之后,我们下了兵营,出工程师去占领 兵营好之后,我们不忙出矿场,出第二个电厂,因为间谍卫星很好电 接着,我们起第二个兵营,延伸到蓝色家里,出战斗碉堡和小兵,把他压制住 苏军压制联盟很容易,现在蓝色把基地车收起来了,来我们家 为了防止他展开,我们出碉堡卡位置,然后再出围墙卡位置 他基地车没了,他也输了 接下来,我们来搞下面这家红色 现在矿场出处来用矿车轻吊狗,然后继续小兵加战斗碉堡推进 这个位置够不到怎么办,我们不着急,靠重弓延伸 好,现在就把碉堡靠前造了 现在把红色的坦克树离掉,重兵大兵把小兵放出来打 现在红色也废了,接下来我们安心发展一会儿 注意这家粉色,他全扣战斗碉堡防守,很难进攻,我们就暂时不动他 现在我们自己放一个碉堡堵在路口 现在该处雷达了 来看看其他几家 有邮里,但是邮里家里邮警被炸了 没有收入来源,已经没有威胁了 现在有你拿盖特坦克调戏粉色这家碉堡 这种情况下粉色没有办法,只能难受 现在我们去偷一波粉色 偷不到,但是能逼他收起基地 现在粉色用围栏拦住了盖特坦克 但是不冲一波就没办法呀 终于他还是冲了 好了,粉色终于把盖特弄死了,邮里野心太崩了 退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黄色编出来一个战斗要塞 这个威胁很大,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因为操作好的话,这个战斗要塞就能灭全土 现在是考验操作的时候了 我的计划是用蜘蛛搞掉 好,现在下面的绿色也退了 黄色开始对粉色动手了 我们就等机会 现在不能着急 对蜘蛛威胁最大的是机枪 所以等几个大兵得处理掉 啊,现在黄色出了维修车 蜘蛛不好吃了 得另找机会 我们看一下 黄色把要塞里的大兵换了一个换成了重装 那么就是要对装甲部队威胁变得更大 对建筑物威胁变小了 现在他过了 远离基地远离维修车 我们机会来了 蜘蛛放出来 上他要塞 现在马上拦住 硬打他的要塞 矿车吸引火力 犀牛输出 漂亮 好了,解决掉要塞 这局上基本上就稳了 现在对面出黑鹰 咱们可以把基地卖了 因为这个图有单独的间谍卫星 所以卖基地并不影响视野 卖基地的钱出一波部队 开始反推 准备 准备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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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我们的小兵顶上 履带车专门对付对方步兵 冲了 点掉对面黑鹰 履带车换完了我们还有坦克 对面卖中弓了 还想苟延铲喘一波 好了 他退了 就是这局 大家开心吗 我们下期再见